1,2,3 4月5日,方大同台北演唱会圆满落幕 精彩的演出博得满堂彩 当晚唱片公司举行盛大的庆功宴 方大同和同门师妹薛凯奇一起从演唱会场地赶来 不约而同的换上轻松的服装 一起为演唱会顺利成功开香槟 演唱会上肖亚轩与方大同完美合唱了抒情歌曲 这让媒体认为Alva是方大同新的绯闻女友 对此方大同一脸惊讶不知其事 但是很希望能与Alva在音乐上有继续合作的机会 也认为Alva在音乐上有继续合作的机会 就是如果他我还没有听到同事说如果Alva真是新的这个绯闻女友 那我是不太熟的绯闻女友 但是但是在在歌曲啊方面大家都我想会有继续合作的机会 方大同对于演唱会感到十分满意 表示接下来回到香港要赶紧投入创作 把写个债还一还 对啊 其实我基本上在回香港的时间是要开始想一想这个歌 也要帮自己想歌 因为自己也 最近也有人问你的第四 应该是我是第四张啦 如果下一张 但是在台湾还是第二张 对不对 那么对啊 我其实在很快就要开始写新歌 开始也要回录音室 感谢观看